好第一來看這一題 不等式x平方加10x加25 小於等於0的解 好那這個呢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把他想辦法配放你知道嗎 但是呢他其實應該就是 x平方 對他應該就是 因為他實在是太 太好認了他其實就是配放完之後就變成x加5 他就是一個完全平方 就是x加5 括號平方 小於等於0 好那這個時候勒 有沒有回想起我前面有講過 這個二次函數 他是開口向上 對不對這邊看這邊開口向上 開口向上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就是碰到兩個的 然後呢 碰到一個的 跟碰不到的 那這種題目呢是 有沒有碰到 我們看一下 判別式等於b平方 減掉4ac 是等於0 所以他是這一種 碰到一個的 好碰到一個的這一個點 然後呢 就又回想到一致是講的 當他碰到這個一個點的時候呢 如果 f of x 大於等於0 是不是都符合 因為 在x軸的上面 然後呢 這一點 大於0的也是有正的 所以是 全部的時數 然後這個呢 f of x 大於0呢 就是 全部的圖形 扣掉這一點 因為這個點叫做 等於0 對不對 然後f of x 小於等於0的話呢 這邊的圖形都是大於0 這個點是等於0 啊有沒有小於0 沒有小於0 可是這個 小於等於0 是不是還有等於0的部分 所以是不是就是等於這一個點 對不對 然後f of x 小於0的話呢 小於0就是在下面這部分是不是都沒有東西 所以是不是就無時 無時速解 如果你覺得我講這個你沒有太有印象的話 麻煩請你去看攻略 OK嗎 好所以這個呢 就很明顯的是 這個情形 小於的沒有 但是等於的有 所以呢 我就只有一個情形 就是x等於-5的時候 是有的 有的 有的 是有的 是有的